大家好,欢迎收看泼木为货解说三国杀 今天给大家带来第一个就是一个欲解内奸 你看这个主攻是董卓 我们自然选择来欲董卓的离魂禅 没有选离剑禅 离魂禅可能欲起来更加的霸气 是吧 好,董卓主攻是非常宠类的 我已经说过多次了 一个防速推,第二个完全无 后期单挑能力 虽然我们是一个女性 她克制我们的同时 我们也克制她 只要我们能够解决生存问题 后面就好办了 我们上家比较喜感的是个太监 我不知道我们的离魂能不能对黄浩发动 离魂说的是男性角色 黄浩太监到底算男性还是算女性还是怎么样 好,我们看马超跳了一反贼 挂两个黑桃装备 挂左定的左词表示完全不理她 马超一看我去 我跳了反正都不给我左定牌 直接一个九杀就朝左词给拍去了 这就是董卓主攻宠类的一面 一看这八血这反贼根本就不想去拍她 直接去拍向那个忠诚 而且这个忠还是他一个比较有点赌博性质 虽然是忠的可能性比较的大 毕竟没有给他左定 但是你赤反也完全有可能 大家喜欢低调 万一是个喜欢低调的玩家呢 好,鲁树给马超打了一个无险可击 在这种八号位大大方方的跳一个钟 我觉得非常不理智 是吧 然后左词他的左定也没有给鲁树给了董卓 他可能也怕是鲁树手抖了 还是给专心的辅佐主攻就好了 现在这样看的话 身份就出来了 黄浩就是反贼了这一个九杀 看样子左词还是留了一个伞的 挡了黄浩这个九杀 好,就是黄浩扒了鲁树 结果周泰也不知道为什么给鲁树补了两张牌 难道又有一个钟 那现在我还是真是有点糊涂了 有点糊涂了 既然鲁树 既然多了一个钟 那我们就来补反贼的位置 反正周泰 不管你是钟还是反的 都是我们要优先控制的对象 毕竟我们这种旅王最怕的就是这样的壮蓝 尤其是这种真蓝银金枪不倒 我们要控起来 要预起来比较的麻烦 结果那个乐布施主天过了 这样的话周泰是有机会跳回身份了 好,这时候这个佐茨以为周泰是钟 拼命的给周泰补牌 这一下子阻定了两个下 然后周泰放了一个万剑 我们看看他这个九杀是杀反贼你 还是杀这个忠诚 如果他真的是看错了身份 给鲁树没看清楚 给鲁树补了两张牌 现在他就会九杀佐茨 结果鲁树表示把佐茨给捞回来了 这样周泰彻底撒了 他这个乐布施主 他还没有看清楚身份吗 这把这个反贼一上来 周泰是坑的一塌糊涂 你乐布施主天懂我头上有毛用 这个鲁树眼看就要动了 难道你不紧张吗 这个佐茨很轻松的 就可以把自己的手牌搞没 那这鲁树一动 那就是毁天灭地 我希望鲁树不要对我们有想法 毕竟我们当时是跳反的 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刚才那个反跳的 有点貌似 毕竟鲁树这样的一个神配合的人在 你跟他跳个相反的身份划不来 好在这个鲁树玩的还是不错的 以保命为主 能耗失就耗失 多摸两刀牌 给自己找防御 是吧 不要轻易地猛把自己的生命 这个生命力 把自己的防御力给降下去 这样对自己是很不利的 好 这时候鲁树还是把这个手牌打空了 这点有点冒险的 希望他可能想的是 董卓可以把这个 这个这个木鲁树马给还给他 看看这个 但是这个董卓十有八九 会把木鲁树马往 佐茨身上传 要这样的传递法 好 那不管怎么说 马超的菊花是要被爆了 这周太又莫名其妙 求两个桃的时候 他给了一个桃 求三个桃的时候 他给了一个桃 这白白的浪费 自己的手牌 他自己也已经表示 自己都看不下去 自己的表现了 但是董卓果然也是表现的很一般 这把这个所说过 虽然是至尊场 至尊场 自由场 不代表这个水平的分界线 这个明显木鲁树马 应该塞一张防御牌 给到鲁树身上 而不是推到佐茨身上 好 那这样的话 鲁树就不得已 挨了一个九杀 而同时还造成了 这个佐茨跟董卓各掉两血 一个六血的伤害 如果这个木鲁树马 是一个伞传在鲁树身上的话 完全是可以防止这样的悲剧的 我们看这个木鲁树马里面 八成真的是伞 结果佐茨就这么倒下了 还挂了一个灰兔 还好 佐茨倒下了 挂这个灰兔的佐茨 可不是我们内间喜欢看到的 是吧 好 这个鲁树开始抱怨了一下 这个董卓 现在又变成了欢乐3v3 这个3v3下面 鲁树马上就要被耗死了 但是反贼方还很健康 你不要说周泰只有一血 这位是金枪不倒蓝 好 黄浩开始跟周泰配合 他扒这个元素一下 周泰发动他的奋机 给元素补牌 还好董卓的牌比较多 这样黄浩也没办法 达到请勤的第二个条件 他没法多摸一张牌 好 我们打黄浩 黄浩因为会声只能发动一次 只能对一个角色发动一次 所以他犹豫了一下三血的时候 没有发动这个会声 是完全可以的 好 我们看这个周泰 我们把它冰了 既然冰了的话 鲁树就可以再动一轮 我们估计也是这个意思 这是鲁树死得太早 对我们绝不是好事 好 哎呀 就鲁树居然把我们的牌 换给元素了 这个就有点夸张了 是吧 我们看看这元素手上 一把暴力牌两个过拆 一个桃子 这有点麻烦了 估计这个古灵刀 可能是保不住了 好 这个董卓 这一个九杀 这董卓不会玩 你何必浪费一个九 他可能手牌溢出了 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周泰 他一个窗 你就指望 你就指望能够固定九杀奏效 这有点过于乐观 是吧 毕竟周泰也很满意 挨了一个三点伤害 只增加一个窗 非常的得意 非常的高兴 所以说一句就是刚 好 元素手上有两个过拆 果然这个过拆 拆到我们头上来了 是吧 这一下子我们的调息件 没有了 这是我们预解 专用的调息件 就这么没了 好 然后再一个过拆 拆掉了周泰的冰凉寸段 好 鲁树 你看你没事 就不要瞎换 完全是手痒 是吧 既然你手痒 那你也就没办法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反正在这发飙了 但是元素没有拆 那个董卓的古丁刀 这不知道是为什么 他要拆我们的 这个雌雄刷骨剑 可能是为了保护自己 但是这个古丁刀 对这个元素的威胁 还是挺大的 万一被鲁树给撸空了 这一个古丁九杀 就下来了 是吧 好 这个主攻已经被打成了凉血 这感觉有点头疼 我们赶紧把这个 不拿桃也行 反正赌树可以换 这个桃子 黄浩手上是一个名的 看看这个鲁树 能不能找准机会 跟这个黄浩董卓 直接交换就得了 但是他也不知道 这个交换还是亏了一排差 然后他也不知道 董卓手上有没有桃 所以说也不好说 但是反正记住 黄浩手上有桃就可以了 好 因为我们的玉姐剑被吓掉了 我们只能打这位真蓝银 好在他手上没有伞 他手上这个牌 应该是五谷里面拿的 当时一不小心忘记了 可以看看他五谷里 拿了一个什么牌 可能这样这个技是看不了的 好 反正他手上拿的不是伞 对我们一个九杀 他也让反贼吃到了苦头 掉了这个四血 好 周泰不能动 三个牌也不能弃 因为三个窗锁令计 看看鲁树换还是不换 鲁树又很无聊的 拿了一个无损地盟 把董卓的牌 换到周泰身上去了 不知道他换了一个 这个交换是亏 还是赚 是吧 好 我们看看董卓 要打随理 一个过河拆桥 故意是拆罐子斧 可以把速度搞快点 这个闪电挂起来了 仗着自己有白石就挂了这个闪电 实际上可以闪电可以当九 当然他也是存不住了 是吧 好 这个一个火攻下去 鲁树又掉了一血 手上亮了一个沙 他是没有伞的 而皇后是有距离的 元树也是拼了 菊花都露出来了 然后我们这时候没有救 我们觉得元树应该差不多了 是吧 结果主攻还有桃子 又把鲁树给保了回来 那我们就继续 跟周泰愉快地玩耍 同时给这个主攻判这个暴略 哎呀 终于我们被空了距离 又来了简一马 又来了借牢杀人 这个简一马是不一定保得住的 因为有皇后存在 但是鲁树这一洞 把皇后的牌撸空 我估计元树是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这个古定九杀 两个桃元树交不出来死了 这一死进入了五人局 我们就可以放心的看戏了 是吧 好 我们看这个皇后他一搞 估计是要把我们的简一马给扒掉 看看是不是这样个玩法 扒掉我们的加一马 那也好 也说得过去是吧 毕竟他把我们的简一马搞之后 下次就不能再搞我们了 是吧 我们这时候把古灵刀抢过来 没有爆鲁树的菊花 这时候我们在五人局的时候 根本就不用急着杀宗 我说过很久以前 我就回答过一个植物上的问题 这个另留两反不留一宗 是不是内奸正确的方式 我当时就说不是 是吧 这明明五人局你可以看戏 你何必把宗杀了 宗杀你就得去顶这个宗的位置 这是一 第二 就还会遭到主攻的仇恨 好 董卓这一个狡杀 黄浩没有伞 狡杀的时候肯定可以发动会声 是吧 董卓就拿了他的武器 他显然选择的是两排会声 一排会声 董卓会很轻松的弃牌的 两排会 董卓就把他的距离给控住了 我们一看这个情况下 又来了诸葛连弩 这个诸葛连弩是黄浩送给我们的 他对我们请勤的时候来了 既然有诸葛连弩 我们就不客气了 直接把鲁树给带飞了 同时又被黄浩会声了一下 然后他这个最后唯一的一个伞 他不敢伞 我们还有牌 就给董卓发动了一次暴力 实际上我们两次暴力都成功了 董卓直接从三血变成两血 鲁树死的时候还说主攻只有三血 你那边控的太早了 结果我们瞬间就把主攻加到了五血 是吧 然后这个决斗黄浩已经没法会了 他已经贿赂了董卓一次了 是吧 他只能把这个伞给用出来 我们目前来说 这轮动不了 但是问题不大 反正这个反贼 要激活是四血三排的主攻 也没有那么容易 这时候黄浩开始跟周泰愉快的玩耍 配合这个奋机 把这个周泰打到了五个窗 这种情况下 我们在周泰前面动 是非常不理智的 周泰显然也没啥好牌 但是没啥好牌 不代表我们不能搞他 因为我们有诸葛连弩 你没啥好牌 你的所有的star 我们是都可以拿过来 突突突突突突 我们就赢了 但是我们的麻烦就在于 这有一个加以马 这个突不着怎么办 是吧 好 这个黄浩显然也仗着 周泰有一个加以马 还在继续跟周泰玩耍 把自己的桃也用过去了 跟周泰刷了牌 哎呀 我们直接一把全拿过来 就一拿过来 周泰赶紧分机 结果终于在五个窗 球第六个窗的时候 球桃 这非常的正常 再正常不过了 是吧 周泰倒下了 正好我们的加以马问题 也解决了 大家看 我们是没有捡一马 如果不是周泰这么个倒下法 我们还不好说 既然周泰已经倒下了 这把就拿下了 我们也是空的 非常的不错的 在五人群的时候 我说过 这个忠诚留着给你打工 只要他动作不要太过分 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鲁术 刚才显然也没有 打出特别过分的动作 是吧 打完了之后 这个主攻还是没有代飞 两个反贼 反而只是把两个反贼的健康状态 压了下去 然后这个王浩的倾情 神奇的送了我们 一个诸葛连鲁 那我们就自然不客气 就带飞了 鲁术了 然后最后 黄浩仗着有加以马 明明我们有诸葛连鲁的时候 还可以 还在大着胆子 跟周泰玩耍 这个是非常不推荐的 周泰也确实 就被这个黄浩搞了一下 如果你 之前你不倾情的话 周泰 我们抢周泰 就会少两张牌 这是第一 第二周泰 那次求不屈的时候 黄浩的桃子就可以用 这样的话 我们顶多 搞死黄浩 估计就要被周泰 加以马给卡着了 这样的话 反贼是完全有机会的 是吧 所以有的时候 你真是不能随便 风骚 风骚 到最后倒霉的 是你自己 好 第二场我们晃晃口味 看一个反贼 这回变成了自由场 当然我说过 自由场跟自尊场 不是区分水平的 一个好的标志 顶多 算是自尊场的水平高的概率 稍微大 那么一点点 是吧 好 这个主公选择了孙权 看看他这个孙权玩怎么样 我们不用说 大家知道 这性感的小胡须 就已经了解了 这是我们 当年 歌 当年是一个传说 可惜 现在技能已经被改了 没有以前那么风骚了 像当年大灰类 什么 那个 小心战 龟缩防走 大灰类一波带走 是多么的牛逼 好 这个孙策 跳了一个钟 辅佐他的弟弟 黄云英九杀孙策 十有八九就是反了 但是他为什么要开蓝蛮呢 咱们也无法解释了 你开就开吧 反正我们有无蟹 哎呦 我们这无蟹还准备留着一下 不能不敢轻易打 是吧 好 这个蓝蛮开过去 这个蓝蛮又被祖龙捡了 看看这个祖龙会不会开 他要再开的话 我们估计这无蟹得打了 否则被压到一血实在是太伤了 好 这个巡御掉血 看他给不给黄云英补牌 他也没有给 那就应该是跳的是忠诚了 是吧 因为孙策跟孙权排都是满的 这个巡御选择不给 咦 我们干嘛要替二张打这个无血客戚 我们可能觉得两个钟已经出来了 是吧 然后这个祖龙四有八九也是钟 否则他蓝蛮不会开得这么开 这么嗨 所以说我们准确的猜中了身份 二张就是凡 看样子我们要心中已经认定 二张同学就是我们的核心 那我们刚才掉内滴血 也就没有太危险了 是吧 毕竟咱的这个 这个存不住的牌 可以由二张来孤阵 可以更好的配合 所以我们要立保二张 那个无血也给二张打去了 好 这时候果然 这个巡御这个钟 一个驱火还原已经要去了 是吧 然后又杀了黄云禅一下 大家看见没有 这一上来 祖宗方打出了非常强大的先手优势 但是由我们参军在 一切皆有可能 是吧 好 黄云禅一看 直接给二张气了 直接给二张气牌孤阵 这样也是不错了 他现在没有什么离魂的意思 是吧 好 看看要不要 我们是把万剑打出去 拿过了八卦阵 这个八卦阵是可以气给二张的 是吧 然后这个决斗 就是把黄云禅给收了 这明显黄云禅肯定是见不到 明天的太阳了 这不用想 因为孙权孙策都要他前面动 这两个人的手牌非常的充裕 是吧 好 然后收完之后 我们的牌不要紧 可以跟二张配合 是吧 二张把杀给五冰粮 可以贴到孙权身上 这个顾额拆脚 他可以用出去 然后八卦阵可以给我们贴过来 当然他要自己穿着也行 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的 是吧 毕竟我们两个 我们的位置还是比较安全的 当然 他给我们拿了个简易码 八卦阵给了离魂禅 二张的意思 想把离魂禅给保下来 这样的话 还是不错 因为这个加一码给的很好 这个祝龙的青钢剑 五轮为例了 好 孙权被我们搞空了 但是有寻玉的存在 这个搞空了问题也不是太大 是吧 好 孙权这个猜 他有两个猜 咱就不说什么了 是吧 否则的话 他觉得应该猜 这个加一码 因为祝龙有青钢剑 但是离魂禅 刚刚得了两个装备 就这么被扒光了 是吧 看样子离魂禅也保不住了 这一个杀 刚才有一个鸣伞 这个固阵的 但是寻玉 这一栋离魂禅还有活路吗 这个驱虎看寻玉 是选择给孙权补牌 还是选择杀离魂禅 他选择杀离魂禅 我觉得是应该给孙权补牌的 是吧 孙权有五张牌 当然更重要了 结果杀离魂禅又没杀死 这下子犀利了 他不给孙权补牌 也有道理 因为会被离魂禅给抢走 是吧 好 这都好说 好 离魂禅这时候拿了八卧阵 但是又搞了一下孙策的牌 这不知道是为什么 你搞了三张要还三张 你本来你不这么搞的话 你八卧阵是可以直接弃给二张的 他可以跟你贴过来 再给你装上去 是吧 你这样搞 那咱们就不客气了 你居然打出了这样的昏招 那还留理何用 又是一个翻面状态 又处在祖龙孙策 循玉三个祖宗方的激活之下 你肯定是看不见明天太阳了 这样的美女便宜别人 不如便宜我参军 看我这性感的小胡子 手一招两个美女都被我们收了 号称收队友狂魔 我们黄云也感叹马术太厉害了 把队友收的飞起 两个美女都被我们小胡子拿下 看看孙权现在一直没有得到循玉的补给 但是这一次估计是有希望了 妈 才发现现在大家的血量都掉了 循玉想去虎找不着人了 然后他这样的话 如果祖龙不去砍循玉的话 孙权还是能够保持一手牌过 这样对我们来说是最好不过了 看看祖龙要砍谁 哎呦不过祖龙没砍谁 他吃了一桃子 这桃子一吃 循玉就爽死了 虽然他这个借刀已经表现出来 这家伙是内奸了 否则冠军可以借反贼的刀 是吧 但你这个桃子一吃 这给主公中方的帮助就大了呀 那真是大了 好 这个陆氏鲁贴在二张头上贴的好呀 你为什么不贴我们参军呢 可能是因为他觉得二张可以孤阵 我们被热了也 热参军没啥意义 但是我们有致蛮 你这种情况下你放着参军不乐 去乐二张 那纯粹就是做死 直接这个乐不思蜀 经过这一轮自满的跟这个顾镇的转化 反而贴到孙权头上了 孙权好不容易得到群域的牌的补给 但是眼看着没有机会用了 这样一下子 这一个乐不思蜀只要不过 孙权就只能悲剧的 这个这个弃牌了 哎好 二张拼了 这是对的 干脆拼一把拼这个乐不思蜀成功 把孙权的血量多压一滴 逼着孙权弃牌 是吧 孙权这一下子弃了非常多的好牌 一个决斗 一个持用双骨剑 一个减一码 是吧 然后这减一码可以往祖龙身上贴 实在不行 那个持用双骨剑 你往群域身上贴 或者孙策身上贴 贴也可以 多搞一点牌 那就是王道 那就直接可以让孙权交代 好 这个群域真不知道是怎么打的 明显应该去祖龙 这祖龙都已经跳泪了 然后他还给自己补 还不给孙权补 就给二张多起了一个牌 我简直是无力吐槽 干得漂亮 那孙权就直接拜拜了 这把给大家看到 我们风骚小胡子马 马术 收队友狂魔 收的一塌糊 最后再跟二张的神奇配合 直接老孙权给交代了 这孙权肯定是 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二张这么糊的火力 孙权搞不定了 这个群域打得非常的臭 是吧 然后这个一个悲剧的乐不私塾 然后再一个这个驱虎 不驱祖龙 驱于孙策 驱完了之后 给自己补 不给孙权补 还搞了二张多固正了一个杀 但不管怎么说 孙权应该是欠血状态 乔言 还不是欠血 这是真正的刚刚够 多一个杀 但是二张是还是可以 直见这个简易码给这个群域 直见这个 这个麒麟公给群域的 还是可以摸两张牌的 是吧 所以说 说是欠血状态也是可以的 但是群域绝对是败笔 这把 好 那个别人的败笔 咱就不多谈了 这个主尸角 这个风骚小胡子马术 这把也是发挥的 非常的漂亮的 好嘞 我们最后第三局 看看忠诚 这个内奸反贼都看过了 这回是一个经典的配合 主流主公 加上主流忠诚 这把还是质量局 这五号位 你看五号位是谁 那就不用说了 看看我们找准机会 放一个马超就动不了了 但是 这个曹匹打的有趣 这个真是有趣 这直接就是 有剑马超在不打跑去打假许 这是真爱 然后他觉得剑马超在五号位 可以当苏珠吗 当然也是有可能的 也有可能他对 这个剑马超的认识 是苏珠中 而不认为他是来克制曹匹的 毕竟他隔得这么远 好 这个左辞母流马很低调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这个刘表也自首了一下 不知道什么情况 然后这个贾许 要跟大家说一个抱歉 是吧 这好像是一个老录像 这个SP卫国贾许 看着他的技能是新的 但实际上 他还是一个老的 那个玩杀呀 乱舞帷目 这个贾许 好 这样的话 我们看一 这个主攻都对剑马超 没啥想法了 我们也暂时对剑马超 不存在想法了 是吧 看看这个剑马超 是不是远未疏忠 这个剑马超表示 这可能吗 你们太拿义务了 是吧 我就是反啊 我这么大的一个质量局 名反 主攻居然不打我 那还有什么话说呢 好 这时候发现贾许是忠诚 这个主攻打错了 实在是莫名其妙 我真是不理解 这个贾许跟马超 打谁的优先级高 明显是马超 好 这个贾许拿过了 这个麒麟弓 这不知道是为啥 他想 而且指定的是文聘 这个也打得非常的诡异 是吧 好 这个文聘到底是忠诚反 他刚才没有保护二张 二张是给马超固阵 跳了反的 这个文聘有可能是忠诚 好 这个二张 记了一个杀 我们把速度稍微调快一点 果然文聘是忠诚 有他在 他可以保护一下曹丕 那是不错的是吧 因为曹丕是四血 我看文聘说是 那个体力要非要小于他 小于他 四血的曹丕文聘保护不了 但是到了三血 那个两血就可以保护了 换句话说 这个戒马超 现在如果曹丕在 那个戒马超动之前 掉到了三血 这个马超除非用红砂 那个当然红砂反而也不行 看文聘这个技能 这个砂 红砂都不行 这个这样的话 文聘就可以保护这个曹丕了 马超要杀文聘的话 查曹丕的话 文聘直接可以把砂 拉到他身上来 或者直接把砂给推回去 这也是非常爽的 是吧 好 这时候佐词来了一个双雄 开始决斗 贾许 佐词也是反贼 这样的话 这个身份就出来了 刚才这个文聘跳钟 我们就应该知道 其他的就都是反了 好 这个贾许悲剧的去了吗 哎 没去 又救了一下 佐词逃着去决斗 这个无蟹 这个无蟹 我们这无蟹还是不打 我们这真够狠的 这个无蟹 我们可能想保我们行动 是吧 我们必须要行动了 这个桃圆结义 我们估计要无蟹这个二张了 争取把二张打死 然后往回能速劣势 幸亏贾许死 是个内奸 这个问题还不是太大 是吧 好 借我们的贯子府 杀这个文聘一下 哎呦 结果他还有一个顺 但是把贯子府搞去了 这个酒杀下去吧 文聘 杀了凉血就伤了 杀了凉血就说明这个文聘 已经无法保护曹皮了 这又是这个武将比较弱的原因之一 随便便能压制一下 你的技能就全废了 好 我们这个蓝蛮一放 如果不能打死二张 就靠这个曹皮的翻面了 曹皮看着这个马超被热 选择翻面这个二张 实际上你翻马超也是可以的 还好 外面是没有这个无蟹可击 那算是不错 马超成功的过了这个热 这个马超没有被先手压制 既然马超没有被先手压制的话 他的这一局对曹皮的发挥 肯定是比较好的 这个曹皮还被压到了凉血 好 这个曹皮在这个时候翻了这个文聘 看样子是要拼了 结果佐词已经挂出了急救的化身 看样子曹皮翻文聘 是赚到了 给这个文聘 拿到了大量的爆发牌 文聘也是拼了老命 将这个佐词带走 挽回了人数上的劣势 但自己一血一排被翻面 十有八九 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换句话说 我们还是一个二打三的场面 这个二打三的场面 哎呦 反正方的桃子 这个二打三的场面 还是非常的危险的 是吧 因为这个 好 我们这无中生有 我觉得开这个桃 这个万剑 蓝蛮 都无意义 毕竟这个二张是有个名桃子 好 这个马超 这一动 这一个杀 这个文聘终于飞了 是吧 这时候我们还是进入了人数劣势 希望能早点把这个二张给干掉 否则的话 我们老师处在二打三的这个状态下 是很难打赢的 何况 二张跟刘表还是有激情的 是吧 可惜 二张这个加一马 潮皮 哎呀 这个顺 他没有顺这个斧头 原来是 自己有一个麒麟弓 这个武器溢出了 从文聘来行伤的 好 这个刘表继续 这一个自首 跟固阵的配合 又是桃子 但是发现二张好像是没有伞 是吧 我们这过个拆桥之后 一个杀 如果不死 再一个万剑 跟他拼了 是吧 你没有伞 争取把他打死 再让他动一轮 就不好玩了 哎呀 二张这个死了 我们放心了 是吧 潮皮也成功的出了伞 现在进入欢乐二位 这个欢乐二位 就看哎呀 这个马超看样子要杀我们 他是一个火杀 没有去杀这个潮潮 让我们表示感谢 那也是 算是松了一口气 是吧 看着这个火杀 虽然让我们多掉了一滴血 但是挡了潮皮一个万剑呢 那还是滑着来的 好 这个潮皮扒掉了 这个马超的装备 这个冰凉 有没有 那个把这个刘表给冰住 这个九杀 看看潮皮有没有 哎 有个桃子 看到翻谁 哎 翻这个马超 那是可以的 好 这一个 有五股风登 这个桃子又到了马超手下 这个蓝啊 主公真有一血 那我们没办法 那只能桃源了 这不桃源不行了 赶紧挂了闪电 开桃源 给我们跟主公回复 马超被翻了面 可以给我们回复的时机 下轮估计再开一个桃源 我们跟主公就回复的差不多了 是吧 这个刘表 一看他也不输出吗 明知道我们桃源 你也自首 明知道我们要桃源 你就不要自首 这一下子又让这个潮皮 回了一滴血 他可能觉得 反正也没有属性杀 杀这个潮皮又会被翻面 还不如自首一轮 也说了过去 不好意思 这个嗓子有点卡 是吧 希望这个闪电 不要把我们劈了 哎呀 这个刘表又是一个九杀 这样一杀 马超又被翻 那我们 那只能逼着我们继续 桃源 哎呀 这个铁锁先解了我们 赶紧一个 哎 我没开桃源吗 可能觉得马超被翻了 无所谓 还可以坚持一下 如果刘表再一个灌身符九杀 那有点麻烦了 那个 这时候 这个潮皮 吃了一个桃 刘表 看样自首 想再囤一轮 不好意思 这个嗓子今天不争气 是吧 开了一个五谷 拿了一个过河拆桥 可惜也没什么好拆的 你都把这个灌身符拆一下 又开了一个无中生友 然后给了一个杀 我们觉得潮皮 两血已经差不多了 不想再开桃源了 就拼这个闪电 这个闪电终于 劈了这个马超 算是给我们松了一口气 但是马超并没有死 他先火攻了一下 我们被我们这个 骑奔了一下 哎呀 这个杀 我们麻烦了 死了 只能送行伤了 我们忠诚 只能到 到此为止 尽力了 就看主公能不能将马超 带飞了 这一个杀 马超飞了 竟然变成了刘表 跟潮皮的单挑局 是吧 这个我们把速度打快一点 我们只能替主公祈祷 从技能来看 这个平凶 而论 看技能 潮皮是挑不过刘表的 看装备 潮皮也是吃亏的 这个寒冰剑 被刘表拿去了 刘表还有加一马 还有仁王盾 这个勒布施祖 冰凉春段 全贴在潮皮的头上 现在是相当的难打 看看这个伞电 能不能帮忙 结果这个不争气 伞电把潮皮给劈了 好 但是潮皮 一个红沙 两个红沙 三个红沙 我去 潮皮刚才生气的 有三个红沙 认识把这个医血 荣王盾 两个伞的刘表 给带飞了 这就是人品 是吧 所以老天是公平的 虽然伞电 把主公劈了三滴血 但是关键的三个红沙 直接带给我们胜利 这简直是 太神奇了 一共多少个红沙 一共才14个红沙 面对一个 仁王盾 两个伞的刘表 认识抓了三个红沙 将刘表带飞 是神奇的排队 好 今天的录像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期再见